至内怀间是13寸 隐白 在足大指内侧指甲脚旁一分 公孙 在第一指骨肌底部前下圆 赤白肉记处 三阴胶在内怀间上三寸 进骨后圆 阴灵犬 在颈骨内颗下圆凹陷中 血海 在病骨内上圆上两寸 简便取穴 屈膝 医者 于左手掌心 按在背点者 右病骨上圆 两只五指向上伸直 五指约成 四十五度角斜置 五指近处是穴 首哨阴心经 首哨阴心经 从胸走手 共有九个穴位 现在介绍三个常用的穴位 按古度分寸法折量 轴横纹至万横纹是十二寸 绍海 曲轴曲穴 在轴横纹尺侧端 与宫骨内上科连线终点 通理 在万横纹上一寸 尺侧万曲基建 绕侧圆 这是万横纹 这是尺侧万曲基建 绕侧圆 神门 在横纹尺则端 尺侧万曲基建 绕侧圆 手太阳小长经 手太阳小长经 从手走投 共有十九个数学 现在介绍三个常用的穴位 这是掌横纹 后夕在掌横纹尺侧端 赤白肉记处 这是肩胶下角 这是肩胶岗下缘 天宗就在肩胶岗下缘 与肩胶岗下缘垂线之间的上 中三分之一交界处 这是肩胶岗下缘 这是肩胶岗下缘 这是下颌关节 听功 在耳平与下颌关节之间 微张口时呈凹陷处 足太阳膀光经 足太阳膀光经 从头走足 共有六十七个数学 现在介绍十四个常用穴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精明在眼眶内 木内自上零点一寸处 轻轻按眉头 通常可以摸到一个凹窝 传竹穴就在这眉头凹陷中 膀光经 在背腰部的穴位 是以脊椎脊秃 作为定位标志的 静坐头低位时 在上背 在上背 颈下 最高隆起处 是第七颈椎脊积 这里就是它的下缘 根据古度法 后正中线与肩甲内侧缘的距离是三寸 其中间为1.5寸 其中间为1.5寸 人体有七个颈椎 从第七颈椎极突下缘向下 摸一个椎体 就是第一胸椎极突下缘 大柱穴 在第一胸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废数穴 在第三胸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新数学 在第五胸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甘数学 在第九胸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为数学 在第十二胸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肾数学 在第二胸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定位时 先在两恰极最高点的连线上 找出第四胸椎极突 然后再往上推 然后再往上推两个椎体 由此旁开1.5寸 就是肾数学 大肠树 大肠树 在第四腰椎极突下 膀开1.5寸处 约于两恰极最高点的连线上